那剛才那段片最主要教了for loop是甚麼, 為甚麼要有它 方便我們將一些重複的東西, 簡化了變成兩項, 不用幾百項 那我們現在試一試做個應用 我們剛才如果在這個Fill那裏, 打Random是不太行的 那為甚麼呢? 256, 是吧? 我們看看 大家看的 原因是因為這個Draw是會重重覆覆地播放的 即是它重覆地做 所以每次這個for loop, 都會一次過loop那些Random的圖出來 轉個頭又給它洗了, 再Random過一個新 所以你就會見它閃閃閃的, 很亂, 是吧? 如果你不想它重重覆覆, 閃閃閃的, 其實這個方法很簡單的 你不要放Draw那裏就行了, 是吧? 你將它放在Setup那裏 因為Setup我講過, 做一次就不會再做的 所以這個Run, 它就會有Random一串色的 下次再Run, 又會第二隻色的 再Run, 又會第二隻色的 是這樣的, 那我先Undo 先了 那你明白我剛才說的甚麼了 做Random這個, 是不可以這樣放在Draw那裏 因為它會重覆做, 所以會洗了之前的顏色 就像你們這樣, 做一個新的波就會洗走舊的波 因為它重新Draw那裏我們有甚麼方法呢 可以做一些有趣的東西呢? 應用一下它, 是吧? 就是用Array, Array這件事就很方便 因為它可以儲起數值的 那我就開個Array 當然啦, 你把這個放在MousePress 在這裏都做到我相同的東西 但因為我要告訴你怎樣應用那個Array 譬如MousePress, 放在MousePress 一按, 它就Random了 不過呢, 它又很壞的 它每次呢, 又會捉回胸白的 所以呢, 可能要這樣 一按, 就會新一隻顏色的, 是吧? 那我其實都是想做這件事的, 沒甚麼特別的 不過呢, 我不會放在MousePress那裏 我就會這樣做法, 看看吧 那我先Undo先啦 我呢, 首先呢, 就開一個Array 是Flows來的, 那就叫Values 那就等於甚麼呢, 就是它很傻的 要New一個Flows, 是吧? 還要告訴你大約有幾件 譬如我做十件, 你就打個十件就行了 然後呢, 我一開始的時候呢 我就用那個ForLoop呢 這個ForLoop, 是吧? 就是Loop, 我就想問 如果我有十個不同的數值 那我想它 Loop的一次 做出, 就是Generate的數值呢? 那當然是十次, 是吧? 這裡打十, 這裡打十 不過這裡打十, 這裡打十又不太好 我轉頭想要二十次, 你要改了這兩個位 那所以我們很多時候呢, 那個ForLoop呢 SetI等於零 I小過, 這裡不會打實數十 就會打Values Values是這個Array, 是吧? 那我當你認識的 DotLength DotLength呢, 它就會數一數 Values呢, 裡面儲著 長度是多少 因為我現在呢, 開這個Values的時候呢 我已經指明呢, 它是有十件東西的 就是長度是十 那麼呢, 這個ForLoop呢 如果你在這裡呢, 那個Condition 寫I小過Values的Length 那它就是十的意思 也就是等於你打個十 但這個寫法的好處就是呢 如果我呢, 那個Array呢, 變二十的話呢 它的Value.Length就會變二十 它會數一下你這個Value有多長 明白嗎? 那所以呢, 我暫時這樣打吧 那這個ForLoop呢, 就是因為呢 它會問這個Values 拿下它有多少鍵 而決定它Loop幾次 現在十, 就會Loop十次 那我就每次呢 我都Random一個數 然後呢 放進去Values那裡 那這個I呢, 就很重要了 那我告訴你, 我要Loop十次 做什麼呢? 就是把Values的 我如果打個0呢 那你應該學個Array就知道了 Array如果有十鍵 0的話呢, 就是第一鍵 那意思 2的話呢, 就是第三鍵 那意思 Values9呢, 就是最尾那鍵 那意思 那所以呢, 我就想把Values的第一鍵 設定做Random256 那應該都明白了, 是吧 那這個 那所以這個Setup很有趣的 它一走這個ForLoop呢 它這裡呢, 就會Random256 重覆做十次 不過每次都放在 這個Array的 第一個位置那裡 那這樣就很傻了, 是吧 那我就是後面的數是空的 就是第一個重覆Random, 是吧 那如果呢, 我將這裡打I呢 整件事就不同了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ForLoop呢 我剛才也解過了 它會Loop十次 但是第一次Loop的時候 I等於0 第二次I等於1 第三次I等於2 如此類推直至I等於9 到它再加加變了10 因為已經I不再是小於10 它就不會再做了 那所以這句東西走的時候 第一次走就是把Value的第0個位置 設定做一個Random的數 然後再第二次走Loop的時候 就將它第二件東西又設定另一個Random的數 所以這個ForLoop走完之後 這個Value設定的10個數 都會Random了10個不同的數值 由0至25 明白嗎 而它因為放在Setup裡面 所以這個ForLoop只會走一次這麼多 好了, 那OK了之後 那件事就會不同了 那我們就 今次呢 你就可以這樣做了 Fill呢 你可以打實數就行 可以打Random就行 沒什麼所謂 那我們今次Fill呢 我們就可以用Values 不要這樣 我們每次都是用實色先 看得清楚些先 好不好 那100 每次都是那隻藍藍色的 這個 只不過是位置呢 就不同的 對 對 我想將這個Value 放進去位置 X那裏 所以我都不驗6了 我就打個width 即是說呢 我這個Document的總共的闊度 我們設定了600 對吧 那width就是600 Random0至600 然後放進個X那裏 那所以呢 X呢 我就這樣做了 Values 困住 I 那你看一看 因為呢 我今次了 這實數來的 這實數來的 這個數呢 因為我在開波走的時候 已經Random了 那所以呢 它就 不會改的 那你Run的時候呢 你就會發覺它就會Random了 在 0至600中間那裏 亂按Random 每一次按 它都是Random的位置 是吧 而為什麼它Random呢 是因為呢 我們呢 首先呢 將一個 10個Random的數 用forLoop Loop入去這個array裡面 儲住了 這裏 只是純粹把array Write出來 其他打實數的 好了 那你只是需要 每一次呢 On Press的時候 有些圈圈的 都是 同一件事 就是把這個array Random 這樣改變它 那你就應該可以做到 每次按的時候 那些波 就會重重覆覆在中間那裏 Random的 不會重覆太出 永遠都是這裏至這裏的 那如果你說我不喜歡十個波 我要三十個波都可以的 那你再run 它就有三十個波 哎 打錯了 哎呀 這裏不可以打三十的 因為呢 我們這個value呢 就是只有十個 那所以呢 它這個I呢 就有機會就是 會出事的 那所以這個呢 都要打value.link 這裏不可以打三十的 要打value.link 數一下它有幾件 而決定它走幾轉 那我要三十呢 就是這裏打三十的 一開就有三十個 那這個for loop 就有三十次了 這個就有三十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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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run 那你就每次三十個波 這樣random 不同位 當然啦 如果想這隻色都跟著改的 當然啦 你可以用這隻色的 這隻 不過這個數字大了 也不太好 你可以呢 比如呢 開一個 colorValues 那它也是 即是有三十個 那就是有三十個value 那這裏都可以這樣做的 將 colorValue 那random就不是width 就是256 因為color的value 是你明白 就是0至25 所以一定要這樣做的 那你有了之後 這一行都要做的 第一次又要行一次 按mouse的時候 都要做一次的 那你就可以把這個colorValues 就放進去這裏 譬如放在green那裏 那裏 用回i就可以了 那這次呢 顏色會有些不同的 都要random的 看到了 那當然啦 你可以把這個數值 也都放在其他那裏 或者你拆開它 RGB分開random 都可以的 是吧 見到了 那for loop 那個應用 其實就是這樣的 總之將一些簡單 即是重複複複很多的東西 重複一次過做的 但是剛剛這裏 就教大家 如何把for loop loop 入去的array 看看這樣會不會太深不明白 那 都明白的話 我先下去 否則就算了 我看看還有沒有其他方法幫到大家 那